她是56歲,為自己出發的自駕旅人 一個拍視頻的普通人 大家好,看現在我在蘭長江邊 今天的天特別好,看這個雲 我結婚而結婚,我逃避家庭而結婚吧 真的是不舒服的 帶孩子的壓力也大 天天老公又不給你好臉色 所以自己慢慢就抑鬱了 看到你變老了 是啊,我變老了 你看姥姥年紀是漂不漂亮啊 看到有旅行博主自駕遊的視頻 我一看我就說 這是我現在找到的唯一的出路 我必須走出來去換一種魔法 我看我能不能過得更好 我也是上幼兒園了以後 我就看著車子就出來了 出來了以後每天都在向前走 每天都在期待 像這個雲南,你要不走出來 你能看到這麼多的美景嗎 說實話,我沒有錢 我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刷到那些視頻以後 就是想記錄一下我的生活 我就開始看 就開始學,就開始捉摸 網上開始報導我 開始有人去關注我 開始有人支持我,關心我的時候 我更堅定了我要把這個事做下去 其實送花是很偶然的一件事 七夕節碰到幾個年輕人在那兒送花 我就想,我能不能去買點花 送給這些和我同齡的姐妹們 大家都感覺很感動 原來生活對我也是有希望的 有很多粉絲給我留言 阿姨,我和你的生活經歷很相似 很嚮往你這種生活 我才感覺到我的生活它不是個別的 它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們這一代中老年人、婦女 把自己定格在所謂的生活圈子裡面 不敢自己往外面踏出一步 當我走出來了以後我才知道 原來你不經意間地跨出的這一步 給很多的人帶來了很大的希望 所以說我要做得更好 因為我讓他們看到年齡大是不假 但是不管是你多大年齡 你都可以改變詞 你都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蘇敏一直在記錄沿途的風景 媒體的聚光燈褪去 她仍駕車在路上 在西瓜食品 還有更多像她一樣的創作者 捕捉平凡裡的動人 分享笑與淚 點亮真實生活的每一天 2022 讓生活回歸生活 都會有更多的一天